台中县警察局路野分住所的远警 日前在晚间执行热气球交枕请务的时候 接获报案表示有民众的车子的前轮 调入了水沟需要协助 警方赶抵现场并查看完现场的状况后 和自小客车的驾驶 合理将轿车一鼓作气的抬出水沟 小客车驾驶一家四口是十分感谢警方 及时伸出了援手 让他们能够继续台东之旅的活动 警方上前查看轿车状况 一辆自小客车因为看完热气球准备要离场时 因为操作不慎 导致车辆的前轮卡在水沟内动弹不得 只好拨打110求助警方 路野分住所远警获报后 立即赶抵现场 并与车主一同将车辆抬出水沟 警方于昨日晚间执行热气球交通疏导请务 在农田大草原停车场 有一民众因为驾驶不胜 导致汽车轮胎卡在水沟里面 于是请求警方协助 警方到场之后与车主一同 以徒手方式将车辆抬起顺利脱困 小客车驾驶非常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 让他们可以继续台东之旅 关山分局也提醒开车的民众要注意安全 记者陈继玲 路野相报导